这件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 在经历了23天往返超过76万公里的月球采样路之后 昨天凌晨嫦娥5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本平安回家 昨天下午嫦娥5号返回器成功抵达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也可以说是回到了诞生地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 后续返回器将开仓取样并且移交给应用系统 然后再开仓取样并且移交给应用系统